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8月17号 周三美股尚未开盘 美东纽约现在是早上的9点19分 感谢大家来到Fullstreet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伙大 带来新的公开课 美股期间早班车 也是美股期间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美股说明 不知道本次的班车计划 由大家学的继续观看 改革于上述的条款 我们看早上呢 有比较重要的数据刚刚出来 目前我们来看看市场的一个情况 早上 大家也可以其实猜一下 也可以猜得到这个数据呢 应该是比预期要差一点点 我们看到Retail Sales 除了汽车以外 X Auto 除了汽车以外 都还是不错的 都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10点半 还有说今天2点钟的F1C Minute 最后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本周比较重要的事情 都是在周三的 零售的数据 看到比预期要差一点 更多还是汽车方面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你看到XRT 盘前是没什么受太大的影响 汽车类型的股票 我们看到像 通用汽车 福德汽车 这些可能轻微的跌了一点点 但可以看到市场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在意 这方面的一些 数据上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看到美元 我们看到这边大东商品也没怎么动 美元 也没怎么太大的动静 在8点半之后 美元是没怎么太大动静 所以说明这个市场 目前对今天早上的这个事件的解读 还是偏中性的一个解读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还有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 9月21号 9月21号 目前市场可能认为加息75基点的概率 会稍微的大一点点 也就是认为这里可能 通胀 包括可能经济也能接受得了 通胀还在 然后经济也能接受得了 加息更多更快 那对加息75基点 目前成为一个更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当然我们昨天也说过 无论是加息50个基点 还是加息75基点 只要没有太大的出入 市场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影响 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变化 更多还是个平稳的过渡 除非说这边加息出现加息100个基点 市场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动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本今天这个零售数据 没什么太大影响的话 那本周可能就暂时就这么过去了 看看两点钟 今天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波动 那从财报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盘前 盘前也有重要的财报 对盘后没什么特别的 盘前我们看到像Target这样的财报 在沃尔玛的带动下 其实已经涨了一轮 所以这里财报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财报这边 流行是零售财报 没有什么太大动静 我觉得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看这边 今天的开盘 盘前 昨天盘后 没什么特别 我们看零售这里有一个TJ Max 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财报也是中规中矩的反应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今天盘后有Cisco BadBad BadBad AdWords 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BBY 不在这里财报 但我们一会会讲 然后还有周四的BJS 这些都是属于零售偏多 也有一个新能源的 跟那天Solo 其他都是我们看到都是偏零售的股票 然后周四还有apply material 我们就到明天再来讲 明天再来讲 财报方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本周的个股事件方面 周三这里 FOMC 就整个本就是 就是剩下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是周四周五 我们看今天的A股 方面是不错的 目前有不少 A就是中概相关的股票 也是上涨为主 我们看这边 这里涨幅榜上 有20多只股票 BBY继续向上冲 不要想不开 再去做空它 所以我们说过这股票只会去做多 不要去做空 当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可能是逼空的动能 为主 更多是一些做空比较高的股票 因为特殊的原因 是我们看到的 I sureinterest.com 这个网站 还有 我们给的 I sure interest 两个网站 一个是market watch的 另外一个就是 那之前给的是这个 这个网站 一个是market watch 无论有哪一个都你可以看得到 做红比最高的 目前依然还是什么 BBBI 还是BBBI 而这里面只要是我们看到做空 网上有名的 最近的表现都不差 sdc啊 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lbkkt lucy northstone space space 目前好像没怎么涨啊 这两天space 我们看到没怎么涨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 跌幅榜 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涨了多了 最近跌一点点 然后一些垃圾股 可能跌的多一点点 然后还有一些估值上有问题的 比较跌的多一点点啊 我们看到space 这也是 最近可能 b空有机会 跟上的 所以这里大家 借的这个列表啊 可以找一些 可能还可以去做 短线行情 我们看很多的 其实都涨了不少了吧 只有什么bkkd 还有lucy 还有这个 virgin galantic 也就是spec 可以 sbce 可以多观察一下 我们其他的话 这边 可能排在前面比较多的 也都涨了不少 pets.com pets pets 这个可能没怎么涨 是吧 还有bifys boiling goods 可能也没怎么涨 很多排在前面 这个 多空比比较高的都涨 然后这边 包括这边 marketwash这边的数据 可能会更多一些 其实包含了更多的 股票在这里面 有时候 你看到股票 说为什么不带榜上 但是多空比也很高 那只是数据上的问题 那marketwash数据 可能会收尾齐全一点点 包含了一些 可能盘子比较小的 这些可能流通盘 比较小的股票 也在里面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是一个补充吧 这是一个补充 另外我们看到 今天盘前 由于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市场是稍微的有点趋弱 因为市场认为加息 可能会更多 可能会更快 目前来看是个负面的影响 全部东西都在跌 全部东西都对 那只有能源这里 还是最近跌的多的 反而是跌的最少 市场最近是原油回调 就是跟原油相关的回调 然后其他都是在涨 那今天完全是反过来 反过来 就是一个此消彼涨 那么一个状态 开年 强的东西 今天又重新变强 然后开年弱的东西 今天又重新变弱了 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毕竟最近这些涨多了 回落一下 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一个 一个过程 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化吧 我觉得还是属于是一个过程吧 属于一个过程 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看看大盘 那时间我们说过 大盘来到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回调 那也要警方 大盘可能这里出现更深入的回调 那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这个回调 好像有点就来了的意思 刚好这位置也是什么 阻力位 也是阻力位 无论你是怎么画 这位置其实都是相关的一个阻力位 道指 还有标普版 纳斯达克 罗素2000 这边都是接近1%的回调 只能说传统价值 这边跌的少一点 一些跟科技成长性的估值相关的 是跌的多一点 那还是印证了 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 大家更多还是把这个 做空的想法 放到估值偏高的股票 估值偏高的股票 最终可能还是 会大概率被杀 那这里我们还是说 SRK 类的 这样的ETF 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 Screener里面 有一个 脑部这边下来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反向的ETF SRK 在这个不好的市场当中 可能会有更加积极的表现 当然半导体最近我们也说过 可以考虑继续做空 你就是买S O X S 因为可能也是估值上的问题 然后最后看看他的问题吧 我问到说BBBY可不可以卖到明年的CreditSRK 又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去做空它 或是做任何看空BBBY的行为 除非说放了天亮 然后砸出来一个高点或是怎么样的 目前我们刚才确实在放量 但是这个量呢 没有一个对比的情况下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大的 或者说相对较大的 昨天说不算大的算 那今天又直接拉上去了 那如果今天收跌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做空啊 参考以今天的高点作为止损 但你要去卖一个Core Spray 我觉得得不偿失 这种股菜不适合你去这样去卖 英挺好的 我觉得英最近就反正只要不破这个低点60块多 那都是可以考虑积蓄持有或多 知乎的话这公司没什么特别的 当然我觉得整个中盖 可能会有轮番的炒作 不排除知乎可能会跟着炒一炒 但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可以查查最近远期的空单量有增加吗 据我观察远期的空单量 其实最近没有增加太多 但是随着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出现QQQ 还有IWN 还有SPY 甚至倒置Diamond的看跌的远期空单 像PUL也是很多的 几个Million 几十个Million的 上百个Million的都有啊 所以我看到大哥这边还是对大盘 其实有更多负面的长远的看法 零售指数这样算好还是不好 其实对大盘来说应该是不好的 最近多方扎空方扎到一段时间 可能慢慢就变成了空方 对 因为现在空头被杀的差不多了 自然而然可能就属于是利多出境 盘前大盘跌 那可能大盘回调就此开始了 我觉得是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也是符合我们之前上一周说的 市场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比较危险一些 那么多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调 当然这个回调 我觉得也是健康的 也是健康的 也是可能为了下蹲 往更高位置去蹦 做准备 苹果有没有毛病 现在在阻力位置 都要去做空它 当然做多不好说了 做多不好说了 Intel 我觉得半导体 整体怀是偏负面的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OTLY有名毛病 之前也是估值比较高 然后被杀下来 当然这个公司 现在依然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的 只能说跌多了 能不能超跌反弹一下 图形上来看 这个笔物还是比较扎实的 然后在8月2号放的量 那我就8月2号放的量 意味着说这个是一个低点 只要3块2不破 这股票可能会慢慢的向上测试 一些之前的高点 当然这个公司在我来看的话 可能就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第一 第二 我觉得没毛病 这个跟农产品有相关性 也是跟着传统经济 传统价值走 那我们看到像XRT 还有KRE XLF 还有IYT 这些 包括还有JES 传统经济相关的 都是同步的 第一也是同步的 那如果传统经济相关的 接下来通胀再次来临 加息再次有负面影响 那这些可能再次回归 像我们刚刚说的下降趋势 现在目前 这个小的一个上升通道 还是很不错的 走出了这一个下降趋势 走出了这个带安趋势 但根本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没有改变的 那可能还是需要回踩 是吧 回踩到什么位置 能不能踩住 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上升趋势 这是比较关键的 我觉得很多情况下 最终可能会形成像这样的一个头肩底 然后可能再往更高位置走 也就是说传统价值很多的 网页 很多ECL 很多板块 包括很多个股 可能最终会走向这样的一个头肩底的 这个一个形态 我猜 可能会想要走这样的一个形态 好 感谢大家今天都我们公开课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问题 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今天先告一段落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了 不散 注意今天还有两点钟的FOMC 市场也会有很大的波动的一个预期 想要更多的信息 可以拨打Fresh的客户专线 还有电子邮件 chinesetfresh.com 光线微信服务号 Fresh 恒乱185 无环人三十多年老文件商 真正义的名字商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 我们不见了不散 On the next time 确贵 and stay powerful 拜拜